12月3日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览同胞纪念馆举行 南京大屠杀死亡者家庭即告活动 现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初晴 爱依应 牛明生 部分幸存者家属 以及青少年学生手持菊花 在寒风中肃立 向南京大屠杀死亡者三鞠躬 三鞠躬 2023年是南京大屠杀传案发生86周年 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仅剩38人 南京大屠杀记忆传承的重任 落在后人的肩上 铭记这段历史呢 其实并不是要记住这个仇恨 因为只有铭记历史 以史明治 让孩子们也去好好学习 是为了振兴中华嘛 那只有我们祖国强大了 别人才不敢来欺负我们 我们作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传承人 我们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重任 去把历史记忆传承下去 现在我们最欣慰的 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参与了历史记忆的传承当中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认识这段历史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兰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说 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 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 南京永远不会忘记 86年前那段悲惨历史 维护历史真相 传承历史记忆的努力 仍将持续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兰同胞纪念馆 预兰者名单强 又称酷强 全长43米 高3.5米 上面捐刻着南京大屠杀预兰者名单